妈妈 我劝你还是打车去吧 嗯 为什么 道路前往前 安全第一条 酒驾是犯罪 亲人养行列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一喝酒 阿隋就一躺一会儿 你的孩子可起会 卫生 妈妈呀 妈妈不要走 你以后躺一门是多少 来来来 陈奈 我说玩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 来 你来看看 只能挪动一个杯子 把它们变成空一杯可乐 空一杯可乐 空一杯可乐 你看看你会吗 要这样不行 你再成了动两个杯子了 人家让你动一个杯子 我炸 有人 通通解答 特殊发达 感染猪脑不不能 至于玩一下午吗 晓晓 如果有劫匪捅我一刀 你会怎么办 看他是否捅中 没捅中了呢 给他来评卖动 为什么 发念时候不再状态 胜死回归 捅中了呢 才骗血脉 什么意思 真本停不下来 喝这样的过程 也是有多无聊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妈 平时在家里吃都吃腻了 让我们出去吃一顿呢 啊想出去吃啊 那行 哎这里有两碗水 一碗热的一碗凉的 你们谁要是能把它分辨出来 下一顿我就带你们出去吃 前提是不能碰碗 不能喝 不能把东西放进去 要是分辨不出来 那就没办法了 咱平时地说话好吧 哈哈 哥哥把眼镜给我 羊的 热的 大哥 疯了吧 妈妈 我吃完这个苹果 你让我玩回手机呗 不行 就玩一会儿 不行 十分钟行不 在不动这个苹果的情况下 你把它变小 我让你玩一个小时 真的吗 真的 有人 有没有变小速度超快的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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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玩个游戏啊 两个鸡蛋 一个热的 一个凉的 如果你们能再不碰触到他们的情况下 把他们分面出来 这一百块钱就是你们的 如果你们做不到 你们就每人给我一百 算了我们不欢迎 哥哥把你的冰棍放上去 再放这个 他起来 那个是两个这个是热的 不算不算 你们两个人我一个人 要不你们一让我一次行不 哈哈哈 行那你来吧 这两个鸡蛋 热的 它不一定是熟的 凉的 它不一定是生的 一个熟的 一个生的 你们如果能把它分面出来 这一次我就扶你们 哦 那你能碰他们吗 我当然可以啊 那你把他们每个都转一下 啊 啊 这不转一下吗 就转一下吗 这个是熟的 这个是生的 你确定啊 确定 看好 給你们 哈哈哈哈 哎呀我的天哪 你们想喝酸奶不 谁爱妈妈的话 奖励一个酸奶 我爱我爱 哥哥你怎么不拿呢 你不爱妈妈吗 几乎两个 我喝了你喝什么呀 这不看来 我就是个逆子呀 我哪是爱情测试 这不是新颜色测试吗 哥哥 你能分开让我很下不来台呀 你想多了 这么高端的局 我玩不了 吃个饭 吃了我是生死难料啊 不喝了 也不吃了 饱了 以后再测试什么东西 别给我没错 爱找谁测找谁测去 哎呦你们 今天你说 今天这事让你爸气死我了 怎么了 在街上 他竟然说他娶了我 抖了八臂的霉了 街上那么多人 你说他是不是250 哈哈哈哈 你说不能在人家后 说别人坏话吗 我 我没有说他坏话呀 那250是什么意思 哎 嗯 那是我夸他的 我夸他好 特别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有人 我想请我爸夸夸你 这次你比他 还有250 小姑娘吃东西得优雅一点 我能这样吃呢 这样吃才对嘛 再来一个 妈妈一个叔叔说我了 嗯 哪个叔叔 就是旁边坐在一位阿姨的那个 嗯 他说你什么了 我觉得 那个阿姨咋得很好看 我就多看了点点 那个叔叔说 小屁孩 看什么看 你是不是觉得 那个阿姨像花一样好看 别看了 赶紧回答找你妈吧 我把你还一样说 我和你等 我只顾顾看清花了 没有注意 旁边还有一坨牛粪 不好意思啦 哥哥数学成绩出来了没 考多少分 100 那你同转考多少 98 啊 是不是考到差不多吗 都 他考98 十多月 他实力只有那么多 而哥哥考100 十一位 那个卷子最高 只有100 那要是有110分 120分 130分 那有人 你别笑 哎 晨晨 六股的那个阿姨怎么生气走了 你提人家小狗了 怎么可能 我那么喜欢小狗 那他怎么生气了 我跟他说话 他都没搭理我 我对家来说 阿姨 你家小狗好可爱呀 阿姨对他家狗说 我儿子叫姐姐 我好奇的问 阿姨 这个小狗跟你找的一点都不像 是你亲生的吗 他就生气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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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长大后给妈妈买什么呀 房子车子 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买不起大正 那又加一股土地 再往自己变得 买得起这些东西 哇 不错 他就说买不起怎么办吧 只有以后伤给你了 来 你来 我怕俩好 吹吹 妈妈今天被骗了 怎么回事 今天给朋友出去逛街 迎面都过来一个戴上墨镜 手拿拐杖的人 多多我俩跟前说 美女 我今天一天没吃饭了 给点吧 我偷出五块钱给了他 给完我才反应过来 我被骗了 他是装忙人的 不然他怎么知道 给钱赞的是男是女 是祖宝 五块钱买一句美女 给我二十 我都让我开嘴 说几个瞎话 你的意思是我还占便宜了 是吗 那我问你 你敢不敢叫我一声美女 不敢 我觉得有些事你也不敢 什么 你敢不敢把你手机给我娃娃 想得倒挺美 我还真不敢 我敢叫你爸的大名 你敢吗 我敢叫他爸 你敢吗 儿子 你觉得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他们都说妈妈做的饭没食欲 还行 能吃 回答有点勉强了 妈妈兄妹五个 小时候能吃上一顿这样的排骨 就算是过年了 突然想起小时候觉得还挺幸福的 那个时候穿着开装裤 跟在你大爷二爷的身后 他们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感觉特别的开心快乐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感觉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快乐 这不是哭到风上的原因 咱们来玩个游戏啊 这是什么 20块钱 我拿盆把它盖住 如果你能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把盆打开 把钱拿出来 这20块钱就是你的 如果你做不到 你给我20 你放100 你放20 我用我制伤了你 不玩 那行行行 让我给你加100进去 这样行不 还行吧 谢谢老妈 你说说你 飞用那气球干嘛 花了20块钱 拿了还不到三分钟 就飞一天上去了 你爸也是 你要他就给你买啊 还不如把那20块钱给我呢 给你20块 你倒是能上天呀 要不 我飞进20 你是不是你能上天不 跑这儿来了 走吧 妈妈 咱们换套房子住吧 换套房子 换什么样的房子 你买套1000平的别墅给我们住吧 要不你换个妈吧 看谁能给你买得起 你就当谁的女儿去吧 别说1000平的了 就是100平的我也买不起啊 别墅买不起 那就换辆车吧 换什么车 罗斯莱斯 你就是把我全身的器官都卖了 也买不了一辆罗斯莱斯 要不你还是去梦里买吧 只有在梦里能实现你的愿望了 这买不起 那买不起呢 你能买得起什么 你现实一点行不行 说点靠谱的 我能买得起的 那这个玩具呢 这个玩具能买得起 那就买这个玩具吧 几十块钱 来 行行行 买买买 别骂去 回来 fünf 五 三 谢谢观看